那么美中之间 也从在先前包括科技战 像是半导体 在AI方面的较量 到现在已经变成了 是文化战 也不得不说 有名一个中国的文创产业 大家如果提到文创 就一定会提到他们的陆剧 陆剧的热潮 其实也真的是红遍海内外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面的人 有没有看陆剧的习惯 那如果你以前没有的话 我发现我最近 我身边所有的一个朋友 从美剧到韩剧 到现在连陆剧都会看了 对 可能斐鱼就是一个代表 我想我们分析 第一开始的时候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文化跟国力 到底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很多人会认为 应该是正相关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在1980跟1990年代 当时的文化的强势在哪里 第一个港剧 老港片 第二个日剧 对不对 所以主流箱在1982年 创了70%的收视率 10个人里面就有7个人在看 当时的日剧随便一播 大概都是30几%的收视率 但是时隔今日之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从2011年开始 如果你对陆剧有印象的话 步步惊心 所以当时的四爷 开始让大家正视到 穿越剧 对 陆剧有穿越了 不是只有雍正王朝 跟康熙帝国 到了2012年的后宫甄嬛传 即便你到现在都没有看过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有听过一句话 见人就是矫情 对不对 好 2015年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看过狼牙版 应该算是现在 宫斗全魔剧里面的天花版 狐哥的狼牙版 对 然后一直到最近 各位看到的繁花 为什么你会看繁花 因为它太有名了 它是王家卫岛的 就是首部的电视剧 对不对 所有的大咖都进去赞助 所以那个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的现象 有名的即便时隔12年了 甄嬛传现在重播还是很多人在看 各位你要知道Netflix里面 其实最早的一个 最早的录据是后宫甄嬛 2012到2017的时候 大概当时的录据 大概一年可以推出它40到60部 然后再加上OTT平台 一年它都有200部左右登台 可是那个时候的影音串流 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所以那个时候的平台 比如说爱奇艺 腾讯 Youku或Netflix等等都有 但是数量不多 可是各位你去看到了 2022年尤其是那个时候是疫情 你根本没事做 你没事做的情况之下 你就在家里一直看片 2022年陆据的出口总额 大概是8274万的一个美金 大概是占全中国减百万之64年 增45% 当时你看 这边的话叫做多少部 这边叫做200部 这边已经803部 14.2万级 对 那陆据有一个跟韩剧跟美剧 最大的一个差别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陆据很多都是网路小说改编 所以大部分的话 它都会带流量 所以流量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在网路红了 所以就是有很广大的粉丝 才会被这个剧本被买下来 像甄嬛传 如意传都是 甄嬛 如意 狼牙榜 全部都是 那因为你买下来了之后 你就自然把那个书迷 就原先的读者就带进去电视 然后大家还会点评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还会有所谓豆瓣的一个评分 所以它创造出来的一个话题就很多 那我们来看 不管是韩剧也好 美剧也好 其实他们的一个拍摄的一个局限 都比较窄 比如说现代剧 韩剧可能还有一些古装 可是你知道陆剧里面 有仙霞 有宫斗 对不对 有奇谋 有爱情 有都市 所以它有各种不同的一个类型 再加上中国文化的素材比较多 那现代剧开始也建立 这个海外的一个口碑 以前我们大家都比较诟病就是 陆剧都是在这个杭州的恒店 这个浙江恒店去拍 所以大部分的那个场景 古装都长得很像 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精致 已经不是流水线了 所以你去看 有很多像漫长的季节 它的级数不多 但是它创造出来的一个口碑 非常非常的强 豆瓣评分9.4 我很少有看到9.4的评分 大概一整年都没有掉下来过 然后18届的首尔电视场的 迷你电视剧局 然后去友风的一个地方 是不是也得到了一个大奖 刘亦菲的 然后刘亦菲的一个去友风的地方 狂飙 如果你没有看过狂飙 你有没有听人家讲高启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28届的一个釜山国际电影 鸡毛飞上天 这个地方得到了 葡萄牙国家电视台的一个 播出收视率可以高达23.2% 都挺好是一个都市体材 女性里面的30而已 所以今天如果说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 各位一个都没有看过 那麻烦你先从入门的开始 什么叫入门的呢 先把流量最高的 比如说狂飙是79.1亿 莲花楼是25亿 你先把这一些 可能跟人家聊天 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搞不好人家讲什么 听不懂 比如说人家跟你讲说 我想吃鱼了 你会以为真的是在吃鱼吗 不是 你看了狂飙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莲花楼 你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 叫吐血专卖户 他吐血可以吐得这么唯美 所以麻烦你去看一下 刘亦菲去友风的地方 这个已经不是电视剧 各位当时中国因为都在返乡 从一二线的一个城市 内卷得太严重 全部都回到都市 这个自己的家乡去发展 去友风的地方符合了时代背景 但是他带动了云南大理的一个观光业 创造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商机 之后云南大理赚钱了之后 还回馈给巨组200万的人民币的一个补助 对 然后再包含热辣滚烫 今年大概上映15天的过年期间 破了32亿的人民币 好 游民哥刚刚提到 其实这些陆聚会带动当地的很多的商机 一些旅游热潮 那么有没有办法去刺激他们的经济 所以我们刚刚回到刚刚之前 第一开始的时候 破题跟各位来讲 到底跟国力是正相关还负相关 以港剧来讲 以日剧来讲 以韩剧来讲都是正相关 但是陆续正好颠倒 因为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中国有很多东西卖不出去 所以现在强力的去输出所谓的文化 中国现在在实施反间谍法 所以导致外资的大举的撤离 Pristone这个轮胎大厂其实已经宣布 关闭了这个沈阳厂 上千名的员工失业 然后日本的Canon 韩国的Sansung等等都撤离了中国 那一撤离了中国之后 其实它就带动了非常大的一个失业潮 所以这些原先的话 这种状况的话 其实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刚刚在说的那个 所谓漫长的季节 他在讲1990年代 大连那个时候的钢铁厂 全部改成了所谓的民营之后的话 大家全部下岗的一个故事 那再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电动车 电动车在去年度非常非常的好 那中国的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2010年以后开始 什么东西一开始的时候 就给拼命生产 然后卖得很好之后 然后就变成所谓的一个 这个红海竞争 红海 对 杀价竞争 我们都以为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 但是各位你去看 去年的电动车到今年 你看看多惨 那你说电动车是这样 那原先因为有电动车的关系 生产燃油的一个工厂 就变成它的产能利用力就下跌 那一下跌了之后 就变成所谓的僵尸工厂 那未来的10年里面会出现很多 不光是燃油 搞不好电动车都会有 这个所谓的僵尸 不然你看Frisk 现在最近也生意破产的一个部分 在美国的部分 更不要说中国这么多的电动车品牌 那现在汽车在重庆这个地方 投资的一个新厂 说实在的也开始要准备出售 所以不管是传统的也好 电动的也好 那现在中国其实整体的话 是消费降级 像在北京出现了13块台币 就可以有牛奶 豆浆跟粥品 可以吃到饱 13块是台币 对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还不是人民币 是台币 对 我觉得它那个成本 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各位要去看 中国消费降级的所以 现在整体的一个中国 包含他们的人力资源部长都在讲 像北京里面的人就在说 他说工作其实说实在就是糊口 就真的没办法挣钱 但是国家障碍也不能说什么 所以就只能这样默默的去干 那生产产力当然出不来 但是现在有出现了一个 在年轻人之间讨论的一个新词汇 叫做现成婆罗门 现成婆罗门 什么叫现成婆罗门 各位要先知道婆罗门是印度的 种姓制度 这亚利安人当时的一个印度教 他总共把人分成四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的话就是婆罗门 是最高的 可以上当时的一个天堂的意思 第二个的话沙地利 第三的话就是所谓的废舍 第四集的话就是守陀罗 守陀罗就是奴隶皆行 永远都不可以翻身 为什么叫做现成的婆罗门 因为你可能在大都市的 一二线城市内卷的情况之下 你是沙地利 但是你回到了现成之后 你会变成婆罗门 对 你会在这个地方你就起来 你可能在那个地方是牛尾巴 但是你这个地方是鸡手 是义士 所以现在这些人回到了乡村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城市里面 依托着地方上的一个家族关系 反正他的生活更优渥 地方势力更强 是地方上的特权阶级 所以很多的走红的网文就在提 这个网络文章就在讲 他说北漂十年 输给了现成的一个中彩 意思就是说我在城市里面 我是最低一等的人 但是我到现成里面 我是最高一级的人 那现在的话 这一些在城市里面的人 很可能都要到晚上八点以后 去抢便宜货 但是现在在县城里面 大家随便的一个什么 河马山姆或者等等 入手就是两三千的潮牌 都是给他买下来 宠物的人真的很多 有名的 大家会关注自己 毛小孩的身体健康 也会在他们吃的这些饲料里面 再添加一些更营养的东西 没错 第一个我的快乐很简单 连白开水都不用 我光看这些图就很疗愈 今天大盆大碟的时候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疗愈的话题 那我想现在 其实大家很多人在流行 就养小孩不如养宠物 各位可以去看2021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15岁以下的一个人口 不断地在下降 可是猫猫狗狗 这个数字一直不断地在创生 这个还是到2021年 如果到去年度 如果新统计出来的话 其实现在的毛小孩 真的就是我们的小孩 所以已经交叉了 毛小孩比小孩还多了 两年前就已经交叉了 对 那我等一下再请各位猜 到底狗比较多还猫比较多 那第二个的话 全球毛小孩的一个产业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家公司 那它的EPS来算的话 2020年是11美元 然后到2021的时候13 到2022是14 那我相信到2023的时候 一定更跳升 但是这里面的话 所有养的一个成本里面 大概60%跟饲料有关 那现在饲料出现了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看下一张 就早期的饲料 一定会去参这个 所谓的抗生素 但是因为现在全世界 包含1999年欧盟就禁 2020年人中国都禁 那现在使用100% 没有抗生素的 大概已经占了34% 但是还是不够 所以现在我们要拿什么东西 来取代抗生素 来增加这个动物在吃的时候 比如说它肠道的蠕动跟健康 那后来大家就认为说 有一个东西比益生菌更好 叫厚生源 那这个就是益生菌 在吃了这个益生质之后 代谢出来的物质 我们只要在一顿的饲料里面 加300到500克的话 它就已经达到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效果 那早期的益生源 厚生源 都是国外在做 像比如说DSM在收购 Adaer这家公司的时候 它用2.75亿来收购 这是在去年度的消息 是它的EBITBA的 这个部分的18倍 换言之它是比它的 这个税后净利还要多18倍 来去收购一家做后生源的公司 可见它的商机有多大 现在台湾早期是没有人做 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做 就是所谓的打包蛋白 它这是做益生菌的公司 但是它现在已经可以进化到 所谓的后生源了 对 这是台湾唯一一个有量产 那它跟这个万达宠物合作 那这个当然就是宠物公园 所以这个还在新贵的一个股票 一家赚2块的公司 股本大概不到6亿 大概不到6亿 对 股本很小 可是它现在维持一个 大概80几块的一个价钱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其实这种商机比电子还要高 除了AI以外 那再来的话 这个打包蛋白的一个 这个周线来看的话 它现在是一个 大底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重点就是说 因为它现在做的这个后生源 大概有40%的一个利润 四成的一个毛利率 然后原先的产品只有18% 今年开始启动 把产能拉上去的时候 今年的业内外大概2块 然后明年的本业 应该会大于2块 所以以股价在这样 20几块的情况之下 既可以当存股 又可以当成长股 我们的精度 已经可以当成长股